中央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五 我们刚才听的是林俊逸的上好的一天 上好的一天 好这个又到了我们怎么你感觉才过父亲节 对不对 然后真的才过父亲节 可是已经到了八月最后一个周末了 就已经到了我们八月最后一个 你可以把握暑假开学前最后一个周末 赶快去看一下电影 你还没看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今年大家应该该看的都看了吧 毕竟片片你看我们这个排行榜上面对不对 就这么几步一直待在那里啊 所以感觉好像你这两个月漫长的两个月的暑假 如果你没有出去玩的话 那显然你避暑最佳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电影院 欢迎我们地表最强避暑电影达人迪亚 今天同样是因为暑假虽然差不多快结束了 可是我们的片量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能要再来看一下高铁 新自强号 国内线 那所以呢 本周第十名这是一个系列的日本的动画 而且他的片名都非常好玩 都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少年不会梦到怎么样怎么样的妹 那这个这一次这一集的中文片名叫做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娇脸外出妹 所以呢 没关系 天哪 反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售票区的人员都非常聪明 这不是剧场版 没有他同样是日本的动漫 然后可能而且他这个系列的片名都非常妙 他上一个系列叫做什么什么青春猪头少年也是青春猪头少年 然后不会梦到什么什么美少女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他有一个前 他就有一个格式了 对对对 他的格式就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看起来这一次这个青春猪头少年很可怜 他上一次梦不到美少女 这一次连交连外出妹也一样梦不到 也不会梦到 梦到隔壁的 会梦到神 对 对这个是第十名 那本周第九名呢 同样也是日本的很有名的剧场版 那这个就是新次元蜡笔小新的movie超能力 那所以呢喜欢蜡笔小新的观众朋友们就赶快来捧场 那要不然因为他现在已经本周就是第九名了 看来待在这个榜上的日子也不长了 那赶快去趁戏院跟场次还没有大幅削减之前赶快来支持一下 我有一个疑问 虽然说我们今天要开着新自强号的列车要很快 但是我真的有疑问 就例如说像揪景艺人他已经过世了 对不对 那他一直有一个动漫公司吗 那还是说他这个公司的作品是一直延续他旧版新作 还是一直重新创作 可是如果说他一直出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人如果不在 他还是有很多弟子啊 或者是很多的传人啊 不会因为他这个大师走了就ending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日本恐怖的地方 就是你以为你已经看了 没错 快五十年的千面女郎 他终于要结束了 没有 只要这一家人还继续在 他就永远不会结束 好日本这一点倒是没有泡沫 对很恐怖 但我其实个人觉得不应该这样子 来第八名 这个是呢 抢千口悲场 那本周他才是真正要正式上片的电影 那我们等一下才会为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片子 这片叫做GT跨界玩家 那这是一个电玩改编 搬上大一幕的电影 虽然是这样 但其实呢 他也不完全是跟这个电玩一模一样的内容 为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本周的第七名 那这是一个韩国的大片 但是看得出来 他不管在韩国或在台湾 他的成绩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有点可惜啦 那因为他的这个目前幕后阵容都很坚强 他的导演就是与神同行系列的金荣华 所以说能够被他号召来的大牌 当然一堆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 就是资深影帝演技派的薛景球 那但是呢 他没有要逃出宁靖海 谁被抛在月球上面 要想办法逃出来呢 那个是我们的偶像出身的男演员 杜靖秀 然后呢 接下来 听到两个名字都是男生 那大家就很好奇说 这片子有没有女主角 所以当然我们一定要来一个女主角 而且这个女主角的地位也不能够太低 一定要是欧巴桑听了以后 愿意花钱买票 因为前面两个 一个主打手女 一个主打少女 所以我们也要吸引一些 就是蔡兰卒能够进来 老女 没错 那所以呢 这部电影的老女的女主角是谁呢 就是金喜爱 她哪有老 她哪里不老 拜托 她演那个照后者 连史嘉莲乔涵都被你嫌老了 金喜爱她老翻了 金喜爱真的完全保养 好 大家一定要来跟我到戏院来一遍增加 我觉得金喜爱是保养的最好的 请大家看她照后者 你看她有变吗 完全没有 真的 我真心觉得江泰你可能要多看一些人的片子跟照片 但是宁静海是不是 是不是韩国人称月球都叫宁静海 没有 为什么我们上次看那个也是叫宁静海 好但是不要了 好了来来 先不要解释了 因为我们必须要来个小字典 就是月球上有很多 你看起来它地球上看过去的时候 它是呈现黑暗 然后一片就是暗门风的那一种地方 那一种地方基本上呢 大家研究 就是说天文学要研究 那个是月球就是地面比较下陷的地方 所以说你在地球上面它反光反不太出来 你才会看到就感觉好像一片黑暗 那那一种地形都叫做海 所以叫什么什么海 什么什么海 然后月球上面呢 这种地形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地方就叫宁静海 所以呢不是说只有韩国人叫他宁静海 大家比较熟的很大块的低窝的地区 所以片商就取名叫做逃出宁静海 要不然他的韩国的片名只叫做月亮 就这样 长知识了 而且是天文知识 因为虽然是Netflix也演了一个宁静海 是孔流岛的 好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本座地形名 那刚刚提到惊喜的话呢 那有没有保养的好 这个是一个有争论的地方 但有一点是必须要承认就是 他算蛮厉害的是 他在这个里面呢 因为他演的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高层官员 所以你知道跟老外祸在一起 你的对白70%就不会是韩语 就都是英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在里面一直撂英文 而且他的虽然还是有一些腔调 但是他很顺 就你不会觉得说他在讲英文的时候是很卡的 就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地方 韩腔也不了啦 但是他至少讲的是非常顺的 就是整个语气是非常顺 就真的很像说 你可能在外国住了个十几年的时候 马东石的英文吗 马东石可能要比他再更好一点 因为是可能没有海江 好我们该的是第七名逃出宁静海 然后接下来呢 马上呢前六名 台北市跟这个全台湾 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排名了 那只能说台北人真的还蛮自命清高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的第六名是什么片 就叫做巨尺杀二海沟深渊 不开心了 那这一种娱乐型的电影呢 通常在台北的话就是看看就算了 那不会二刷三刷四刷五刷 台北人最需要娱乐了 没有台北人都会认为说 我如果要花钱 我一定要得到很多的满足 那这个满足可能就不能只是纯粹的娱乐 如果说你只是纯粹娱乐 你没有给他们一些想象的空间 或思考的深度的话 他们不会买单 海怪还不够 这么多海怪还不行 甚至于就比如说我连入场之前 我都没想到说除了已经有类似 侏国际公园那种怪物 再加上有一条很大的菌石沙之外 我没有想到里面还有taco 结果呢 没有想到他给我加码一只taco进来之后 台北的卖座还是只有这样而已 我觉得他们已经诚意十足了 以一个海鲜海产店来讲 他们真的是货很多了 而且你看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大白鲨豆这个taco 这种这么精彩的话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第六名 那第五名呢 这个真的是应该要来台湾卸票 但我觉得他不太会来的 汤姆克鲁斯 这部电影呢 不可能的任务致命精算第一张 我们就是不离不弃啊 是他来不来我们都是不离不弃 真的不离不弃 那就是我们的诚意已经展现到这里了 接下来就看汤姆克鲁斯那里 会接收到什么程度 那而且呢 这部片值得一提的是 他也是今年开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 全台湾最卖作电影的第二名 只输给灌篮高手 The First Stem Dunk 然后呢 灌篮高手是4亿5000多嘛 那现在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在台湾是全台4亿2000多 这3000多万的距离 有没有可能就把它突破了咧 那就要看一下 目前为止的年度票房冠军冠亚战 就是这两部 那本周第四名 这我也不是我们安排好的 它很妙的就是 它片名刚好就有个4 所以呢 这部电影呢 就是这个 我的妈吉四个鬼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详细介绍过 这电影是 重新翻拍韩国的 开心鬼上身 那可是呢 它加了很多台湾式的人情的趣味 所以其实在台湾口碑不错 反映很好 符合本月份的主题月 是而且你看一次给你来四个 所以呢 虽然在台北 它的票房是第四名 但是全台的话 搞不好有可能名次 再往前面拉一点点 那接下来的第三名呢 这个就是本周最大的不同 很妙的是 前两个礼拜 台北的第三名 就是巨子杀二海沟深渊 可是巨子杀二海沟深渊 是全台冠军 这个礼拜换这部片的接棒 第三名就是蓝甲虫 那蓝甲虫是DC的最新超级英雄电影 可是呢 台北虽然只有第三名 全台式冠军 所以台北全台的口味有点不一样 那蓝甲虫因为超级英雄片嘛 你就知道说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那这片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因为是在拉丁的家族 所以说这个电影应该是 最拉丁味的超级英雄电影 可见台湾跟拉美最近真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开心 没错 所以呢 越来越跟他们的连结 在那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已经没有什么娘家了 是 那所以呢 我们的蓝甲虫在台北市就是第三名 只有全台式冠军 本周的第二名 台北跟这个全台 总算达成一致 都是芭比 那我们也恭喜他 因为他现在在美国 已经是年度 今年到现在的电影卖座冠军 所以呢 片商有宣布要再加码 这个美国会加码 台湾加不加就不晓得了 加码什么 要推出新的版本的IMAX 就是还不但有IMAX版 而且还会加几分钟不一样的片尾 据说他让美泰尔公司 对不对 大复活 所以他们要变成有点像是 美泰尔漫威系列 就是会一个一个角色出来 这个就是很像十年前的海之宝也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变形金刚很卖座 海之宝 是没错 爱尾掺不到 OK 十年前的海之宝有个变形金刚 所以让他们可以这样子十年来可以出一大堆 那我们就看美泰尔有没有机会靠巴比变成下一个海之宝 然后呢这是第二名 本周的冠军 其实台北为什么这部片一直是冠军 因为很简单 他就是卡着IMAX听 IMAX听的票价就是比别人还贵 所以说永远他都一直是冠军 那这就是为什么汤姆克伦斯在美国这次败这么惨的原因 他就没有把IMAX听给抓牢 你看的时候你的椅子会不会动 IMAX不是椅子会动的 椅子会动的那种叫做4DX 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台湾没有出现 但我个人觉得也蛮炫的另外一种特别版本叫做Screen X 那那一种呢就是它有三个萤幕 是那种270度的视野的东西 那这样不会混乱吗 你就好像看一般东西 因为我们的视野不是这样子环形的 可是你看电视的时候你只看到你正面的那块萤幕 那Screen X就是你的左边跟右边都各有一块萤幕 那意义在什么意义 场景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两边侧面的画面都让你看到 就是所以我才会说这样不会分心吗 不会啊 我们又不是鱼 没有你就会觉得说你更像在那个电影里面 你就整个是环绕的把你包住的啊 空间 等于说你的包覆感更强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去看电影的话 我们追的我们为什么不在家里看一个小萤幕 就是因为家里那块小东西你不会有包覆感 不是我们要沉浸式 我们要沉浸在里面 你如果只是一块一幕的那一种直接的那种视野 还不如270度把你整个包在里面 这种在韩国有在日本有在中国有 香港好像也有了 但就是台湾没有 那不过也看得出来 因为如果我们台湾的票房就是这个样子的话 可能养不起那种心愿 这是讲的比较现实但是残酷的一点 好以上就是我们的本周票房前10名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赶火车 就是要一路往下赶下去 那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是很多强片要陆陆续续的跟着一口气 这样的把它赶快先吃便当 是 好我们要一边吃便当一边坐火车 然后我们要以心智强号的速度了 本周芯片介绍 这其实不是芯片而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预告过 说这个礼拜要来介绍 因为上个礼拜片子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塞不进去 那不过这个礼拜我们也恭喜他 因为呢他这个礼拜宣布 就是说要去角逐明年奥斯卡的最佳国际电影 那我们韩国居然派了这部片子 已经确定了 它就叫做水泥乌托邦末日浩劫 那这个片子呢 大牌很多 但问题是 大家要想清楚 它是一个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灾难片 就一定没有灾难 有灾难 但它不会是一个很长的灾难 那不过呢 真正重点是灾难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说 韩国人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代表作 叫寄生上流 那那部片子凸显了很多 就是人性的黑暗 跟这个内在的一些斗争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水泥乌托邦 末日浩劫也要给大家看的就是 很黑很黑很黑的人性的斗争 那所以呢 其他的故事算蛮有创意的 而是一开始 所以大家不要太晚进戏院 大概一开始 就让你知道 也不是重点 它就是个影子 后面我觉得才是重点 就是呢 它故事在讲说 有一天这个在首尔 我们只知道说首尔的某个区域的结果 那看那个剧情来讲 好像整个首尔都差不多是有面临的这个灾难 但你不晓得说 世界上除了韩国之外 有没有别的地方也一样 那就是呢 发生了非常可怕的大地震 那等于震到 严重的程度是震到 把某一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楼全部都震垮 只剩下一户社区 那个是省得撑住的 其他楼全部都已经垮了 只有一个钢骨吗 对 连钢骨都没剩 全部都已经是断垣残壁一堆 然后都整个埋在那些砖块下面 但就这么一个社区 它是撑下来的 而且是完好的 没有任何的裂缝 里面的住户就运气很好的 不需要承受家园被毁灭的痛苦 那别的灾民怎么可能放过这一栋呢 没错 讲课就讲出了重点 那怎么可能不放过 当然就要进来 就要想办法 一定贡献 刚开始还没有这么的恶劣 毕竟每一个人都是 借过一下 借助一下 我们都已经没有家了 那你们至少这边还有 我们怎么来过来 跟你们借助一下 因为至少在这里 还可以遮风避雨 完整 但后来当然问题就来了 因为除了遮风避雨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 他们其他那些人家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被压在断垣残壁 对 所以我们来找你们 就不可能只是借助而养 当然就会要跟你分你的生活 对你的资源 对不对 怎么办 有没有东西可以分我们吃 有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 有一点像是 它反而变得像是寄生在你这里 又是个寄生 又是寄生了 是 而且寄生搞不好 最后还不感恩的感觉 诶 这就是那边的住户的想法 原本的住户就是这么讲 就觉得说你们如果再过来 你们搞不好就觉得我们是应该要帮你们的 这个时候呢就很妙了 就这个时候呢 里面原先的住户呢 当然大家知道说 住社区一定会有什么管理会啊 或什么 那通常管理会的高层都是一些那种很有权利的妈妈 或是什么贵妇之类的 那里面刚好就有一个管理会的这个女主委呢 就找了所有住户来开会 瞒着这一些寄生过来的人 就说好 我们自己先来开 那开了以后呢 就开始要决定一些事情 就比如说好了 我们要不要把他们赶出去 要不要收纳 要不要容纳他们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然后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如果说决定好的话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把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组织起来 需要有人去负责 就是维持秩序 需要有人去外面找食物 需要有人去怎样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好玩的一点是 我们大部分的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说 OK 社区跟社区 如果是靠这么近的地方的话 也许是大家平常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 但这个故事好玩就好玩在 这一栋房子反而是类似 比如说我如果以台北来形容的话 也许是天母里面有很多个社区 但他们不是最好的那一个 所以他在附近可能有本来比他们更高档的那一种 十大豪宅他们并不是 No.1 他们搞不好也许可能是第5或第6 那旁边的那些第1、2名的搞不好都倒了 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 平常他们都转个258 换成我们家的小孩子 想要去他们学区念书都不愿意 还说什么不要让我们进来或干嘛 这下子他们想要来靠我们生活 那有些人就开始想起这些救援就觉得说以前你也没对我们多么的友善 现在我们要来接纳你凭什么 有种豪宅住到国宅的 那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啊 现在的话你们家那些豪宅整个全部都塌下来了 你就只能过来这边借住 反而现在这边的人就开始想到以前你们是怎么对我们的 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好 而且重点就是这样啊 粮食如果不够吃的话 那我们一定先保护我们自己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推举了其中一个人出来做委员会的会长 就等于说我们这一栋社区里面所有的倖存者的这个社区里面 都是那个人当家做主来讲话 那是谁就是李炳宪演的 我们韩剧一哥 那他真的很有气势 所以他演这种人理所当然 可是这个人的身份很有问题 为什么一开始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 找他来是因为他曾经就是某一栋啊 后来发生火警 那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可是他就很想办很快的啊 就说我们赶快去找那个灭火器啊 然后想办法去救人 很有效率 有效率又英勇无私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好 那我们就找你来当我们的这个主任 那大家都要听你的 救灾中心的委员会 也没有救灾中心委员会 到后来他就是整个就变成这个社区里面的领袖精神象征 什么东西都听他的 然后大家都听他的指挥 可是呢 又因为前面管委会大家在讨论了之后 已经立下排他的这一个规则 所以说原先寄生的这些人都被他们赶出去 他们的原则就是说 有我们这里的住户才可以留下来 你如果本来不是我们这里的话 全部都要给我滚啊 所以这下子李炳宪的这个角色 他到底是不是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人呢 这就是一个庙的地方 接下来呢 他们要出去外面 组织所有人出去外面去找食物 那当然附近地区的那些整个家园残破的人也会想办法要攻回来啊 他们怎么可能就让放着你们在这个地方吃香喝啦 甚至于到最后越传越离谱啊 外面的人就开始在传说 这里面的人啊 都是很像吸血鬼那样子啊 会吃尸体啊 什么就反正很多很奇怪的传闻就出来 所以两边之间也会有他们的挣扎 然后到最后呢 一定会有一些更强烈的武装冲突啊 那所有的秘密呢 全部都会被翻开来 那最后到底是谁能够活到 变成大赢家 那所以呢 这个片子其实还蛮曲折 虽然他一开始就地震了 但我觉得后面的两个小时还是蛮好看的 怪了又有浩劫后又有鱿鱼游戏的影子 没有鱿鱼游戏那么刺激 没有在玩碰烫也没有一二三木头人 没有这些 但是这个片子显然非常好看 才能够代表韩国 娱乐性又有 可是又有反省 有反省 可是我还是觉得啦 就是说如果要去角洲大资格 这家国际电影的话 他可能嫌又太通俗了 太商业了点 是 商业也 这个就是很符合 这就不晓得啦 他至少是说一般观众会看的蛮开心的 那他的这个卡斯 这种蛮坚强 除了我们的男主角 就是李炳宪演这一个 身份成迷的会长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戏份更重的 演这个比较善良 但后来性格有慢慢的改变的 就是最近很红的普序菌 好那这一部感觉就是说娱乐性 十足耶 就是很好看的商业片 是那也是最近这一阵子 我们知道今年暑假 其实韩国电影在国内的这个市场 反映是有走下坡的啦 那很多大片都 很多人很期待 但上片之后都顾如预期 那至少这一部 水泥乌托邦 他算是在韩国也卖的好的 好的 所以我们本周要给他单位 对那因为话说呢 我跟迪亚今天非常有默契 就是说看电影久了 竟然连穿着品味都很像 就是我今天看到迪亚穿了一个 我非常爱的牌子叫 Simon Racha 所以不是那个美国达文秀的Simon Cowell 他其实是英国人 所以呢 他是英国人吗 他是英国人 不是Simon Cowell 我们今天要给的是 这个牌子 应该是念Simon 对不对 这我真的不知道 好像应该是念Simon哦 因为我买了就是买了 我完全不是看牌子买的 OK到底应该念Simon还是念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给几个 这 赛门 OK 随便 因为到底他应该念Simon Racha 我们就给他赛门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几个赛门 那水泥乌托邦的话呢 那我们呢 这一次呢 给一个比较 非常后代他的 因为韩国人自己都这么爱 觉得可以拿去出国比赛 那我们就给四个赛门 哇 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看 最近几周来讲 可能真的就是这一部比较值得看 哇 评分这么高 那真的是没有孤魂 唯一一个可能会让大家失望就是里面又有朴旭君又有朴宝英的两个还演一对夫妻 但很抱歉 我们就是这种类型的电影 你想看他们两个撒糖啊什么浪漫的什么桥段 那这片真的没有太多 好那我们接着列车 列车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开一个非常适合这个速度的片子 叫做GT跨界玩家 为什么因为这个片子是开赛车 大家都知道说其实这片他的英文片名Grand Turismo 那其实他的这个电玩游戏的名字我不知道当初是谁翻的 但非常就是如果你用电玩游戏的名词来当做电影片名的话 你可能会对这片子有一些错误的印象 因为当年这一款电玩游戏翻的叫做跑车浪漫旅 那你一天要浪漫你就会觉得说 诶那会不会是那种很romantic的浪漫 充满粉红泡泡 但没有啊 为什么 而且你看这一次他在台湾跟香港两个地方上片的片名就不一样 香港就真的还是叫跑车浪漫旅 那台湾就叫GT跨界玩家 你就会觉得说这两片听起来好像两部不一样的电影 他其实故事是在讲什么 他是在讲说从这个电玩游戏启发出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他是真人实事班上大一幕 是真实故事吗 真人实事 所以他不是在电玩游戏 他基本上跟电玩很有关系 就是因为呢 当初这个跑车浪漫旅的电玩玩家 他是个日本人 他创作他的是个日本人 那帮他打造出这个东西之后呢 全世界各地自然就有很多的这个电玩的玩家 常常会比赛啊 然后就是有的人就是分数越比越高 那这个时候呢突然就有一个日产汽车公司 Nissan的那个行销的高层 就突发起来就想说我们如果有没有可能 我们来成立一支赛车队 但是我们就来训练这些玩赛车游戏的玩家 看看能不能够让他们 真实的赛车手 对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从这种虚拟的游戏玩家 变成真正的赛车手 因为理论上来说 如果我的电玩游戏都越来越拦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他们在车子 现场真正赛车的时候 反应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这部片这个电玩游戏充分救难的就是飞机上有蛇 因为那个机长被蛇咬了 后来呢是由那个摇滚嘻哈歌手 他的助理他来开 因为他平常就是开飞机的在电玩里面 他开得非常好 所以后来就是由他去当驾驶 以上跟这部电影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飞机上有蛇 来我非常清楚 电玩也可以救难的 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看限时生活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件事 那不过呢 这个电影也蛮长两个多小时啦 不过还蛮紧凑的 你不会觉得说有脱戏的部分 那他就是从几位世界各地不一样的玩家 开始被挑选 然后他们就是通过初赛 然后进入了这个日尼桑班班的这个赛车手的演习营 然后在里面也要看表现 那表现好的才会被选出来 那选出来就会送他们去参加真正的赛车比赛 所以要先一关二关 一关二关这样慢慢的过 而且呢真的去赛车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从某一些外围赛里面 你要取得一定的名次 比如说你可能要至少前四名 你如果没有拿到前四名的话 你也拿不到那个证兆 你就是完全懵想 所以是个人赛不是团 需要这样子 对 最后他们当然会参加一个是个人团体赛 就是接力的 因为最后那个这个是赛车界很有名的 叫做法国那种Leman 黎曼大赛车 而且那个黎曼赛车就是开24小时 所以你一个人不可能撑完 你必须要中间换人 那所以他们就是三个赛车手去跑完24个小时 黎曼大赛车 然后呢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从威尔斯的一个青年 他从小在家里面 他爸妈就觉得说 你一定要好好去念书啊 要去考什么很好的学校 但他就是很想当赛车手 那他是先从这个电玩比赛 玩得很厉害开始 那玩得很厉害之后 爸妈就说 那你也不过就只会玩这个东西 你要怎么办 你也没有一个很认真的工作 因为这看起来不像一个认真的工作机会 就没想到他就是因为太会玩 所以就被看上 然后就开始要把他拉去训练赛车 爸妈当然又觉得这很异想天开 又觉得说 毕竟你玩电玩游戏就是玩假的 那怎么有办法真的让你上场 可是没想到他们的儿子就 一路的创造奇迹 一关又一关的杀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就会在赛车场上碰到一些对手 那我们就知道说 赛车电影你一定要塑造一些主角之外 让人看了觉得很碍眼 你很希望主角赶快把他打败 这又有一个意见了 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电玩玩家 他都是未满16岁的 那所以说他有没有资格开车呢 这部电影是真人时事改编 我们的真人就已经是成年人 所以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没有未成年不得开车 那不是重点啊 他的故事里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呢 好那这部应该算是宅男向前冲 不一定因为赛车是很刺激的 因为我们看赛车都是跑得很快 而且如果一撞上去的话 搞不好车子一翻你可能就中伤 轻者伤残重则致命 所以说他其实是个蛮刺激危险的运动 怎么会有人敢 而且很多好莱坞明星很多人爱做这件事情 老的保罗扭曼 保罗扭曼 扭曼就是这样 接着是保罗沃克 保罗扭曼后来呢 把这件事情传给了谁 汤姆克鲁斯 因为他们两个合作过一部电影 就那个时候汤姆克鲁斯跟他合拍的时候 被保罗扭曼带去爱上了赛车 好我们刚才的这部 GT跨界玩家我们讲了半天都没有讲到他的演员 不是演员不重要也不是演员不大拍 而是演员可能会让大家有点感慨 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他是一个正人时事改编 所以他的主角绝对就是新人 新到大家看了脸也不会讲得出名字 但这个人呢最近在一部大片里有出来 就看你有没有办法仔细把他抓出来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我们神力女超人 把不可能的任务一到七集的剧本 全部绞尽打果子机里面出来的 叫做攻心谍战 然后呢他就是神力女超人 背后那个团队里面其中一个team的成员 所以你会在里面看他脸 但问题是呢你不会知道 他接下来马上就是一部大片男主角了 说真的他那个team里面也没有很多人 有几个也很早就隔屁了 没错那当然不是隔屁的那些 有活着下来的那些 但是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总部里面 他都没有跑出来外勤过了 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在里面找 那里面大家会最认识的也会让大家最感慨 就是里面有这个尼桑行销高层的 就是奥兰多布鲁 但他毕竟也已经46岁了 他现在已经快50岁 所以呢在这个片子里面 他的造型又是那种 有一点长的卷的头发 你就会觉得他就很像油腻大叔 就是这样 你刚才说长长的卷法 我还以为他回到了贵族气质 没有 原来是一个油腻大叔 行销人员最会的就是什么 就是黑的说成白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油里油气的程度还加倍 我觉得那个年轻人我似乎快抓出来了 他在里面是不是戴着一个眼镜 这我真的已经也没遇上了 还真的是够年轻了 回去我要再看一次 那部片子很难记得你 公星别战 我们就要给几个呢 跟平台之公星别战 所以这部这个 要几位赛门了 对几个席梦 我以为他回到了贵族气质 没有 原来是一个油腻大叔 行销人员最会的就是什么 就是黑的说成白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油里油气的程度还加倍 我觉得那个年轻人我似乎快抓出来了 他在里面是不是戴着一个眼镜 这我真的已经也没遇上了 还真的是够年轻了 回去我要再看一次 那部片子很难记得你 公星别战 好谢谢 我们就要给几个呢 跟平台之公星别战 所以这部这个 要几位赛门了 对几个席梦 还真的是够年轻了 回去我要再看一次 那部片子很难记得你 公星别战 好谢谢 我们就要给几个呢 跟平台之公星别战 所以这部这个 要几位赛门呢 对几个席梦或赛门 刚刚讲过赛门卡威尔是英国人 刚好这部跨界玩家里面 我们的主角也是英国人 威尔斯嘛 所以就是来自英国 爱尔兰多布鲁也是英国人 所以我们就给 我跟他 端午节 已经快要安全了 还真的是够年轻了 回去我要再看一次 那部片子很难记得你 公星别战 好谢谢 我们要给几个呢 所以这部这个 要几位赛门 对几个席梦或赛门 刚刚讲过赛门卡威尔是英国人 刚好这部跨界玩家里面 我们的主角也是英国人 威尔斯嘛 所以就是来自英国 爱尔兰多布鲁也是英国人 所以我们就给 我跟他讲 端午节 已经快要安全了 这是一位 对几位赛门卡威尔 我都会用这部 对几位赛门卡威尔 最好骇尔 对几位赛门卡威尔 是一位赛门卡威尔 所以我们就给 这部鲁也是一位赛门卡威尔 而是一位赛门卡威尔 是一位赛门卡威尔